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之前就接到很多朋友 吹速卡洛斯就教多些軟件的使用方法 幾天之前我都預告了是會教剪接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軟件我不教要教剪接呢? 主要是因為作為一個YouTuber 教這件事比較有信心 因為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 相反如果你要叫我教3D動畫 電腦輔助繪圖 或者音樂編程的製作等等 雖然我都做得蠻熟客 但如果要教大家用 我就要拍出沒有錯誤的教材出來才行 之前就要做很多很多的資料搜集和備課 才可以做到 但我答應大家 將來我都會做這樣的系列 包括電腦動畫 Cat 3D打印 以至於鍵鍋作曲等等 好言歸正傳 今天先來教大家 怎樣用這個Adobe Premiere去做剪接 希望教完衣服之後 大家會明白 我早幾天post出來那首二戶神曲 賽馬 究竟是怎樣剪接出來的 還有我答應各位 你想完衣服之後 即使你不會玩那種樂器 都可以剪接到自己好像很聰明 所以記得今天看到最後最後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講到什麼叫影片剪接呢 希望到21世紀今時今日 不會再有人不會像雨殘片一樣 拿著把剪刀來剪片 因為現在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 無論是電影或者電視 都是用軟件來做剪接的 最簡單的經濟方法 就是打開你的手機 下載軟件就可以進行剪接了 在Android上面 我用過Wittream 和Ucut等等的Apps 都是免費的 如果你只需要把手機拍到的影片 剪頭剪尾 然後在Facebook和YouTube 這些Apps都適合你用 但如果你想像卡洛斯 認認真真做好一個YouTuber 剪頭剪尾 其實是不夠你用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還要處理過場 配音 字幕 特效 以至於調色等等 在這種情況 很多時候 你要使用iPad 或者索性用你的電腦來做 卡洛斯的朋友 就喜歡簡單些 用iPad內置的iMovie 都可以做出很多很好的大片 但是卡洛斯就在二十幾年前 已經開始用Adobe的Premiere 由Adobe幾點零開始 一直用到現在的Adobe 2019 Premiere流行得那麼緊 即使去到今時今日 都是高於這個收費剪片軟件的榜首 比Final Cut更流行 所以它一定有爆炮 如果各位想要付錢用它 以個人用戶來計算 每個月就要付二十元美金 如果你是教師或者學生 使用這個教育版 二十元就可以用Adobe整個系列 包括Photoshop、Illustrator等等 但如果你不想付錢 大家又可以試一下下載這個試用版 先試用它七天 所以如果你認真上學 都不是沒辦法的 先在今天下載它 之後就跟著卡洛斯 今天所教的方法來剪接 試了七天有成果之後 你才決定給不給二十元 說不定你用開收不到手 變成了長期客戶 為了準備軟件的隔壁 卡洛斯特意設好隔壁 就可以一邊展示軟件 一邊就用Webcam 向大家解說 希望更加有成效 我們先打開Premier 2019 由於Premier 2019 資料比較多 所以開啟都需要一段時間 它比以前版本的好處 不單止可以剪接普通的影片 甚至連360的影片都可以剪到 進來這裡 我們可以開啟新的Project 選擇一個位置 例如在Video Project裡選擇一個位置 選擇之後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我先叫卡洛斯 開啟這個畫面之後 這是最普通的Editing Workspace 大家可以選擇不同的Workspace 在哪裏選擇呢 在Window 這個Workspace都選擇 看看你喜歡做哪種類型的工作 例如你喜歡處理聲音的 你可能選擇Audio 你喜歡處理顏色的 你可能選擇Color 但初學多數都是用Editing 看看Editing Workspace 裡面有什麼間隔 首先左上角 有一個Source Panel 它還可以轉去Effect Control Audio Clip Meditator 右手邊 有一個Program Panel 左下角 有一個Project Panel 右下角有一個Timeline Panel 中間這裡還有一個Tools Bar 這麼多功能 這麼多功能 就不可以一閘教完 有時間教的 但今天就教大家幾招 最簡單的剪接 吞前吞後 拉長縮短 加速減速 配下一些音 或者加一些字幕 第一步 我們要先拿影片進來 什麼影片都可以 包括你手機拍的影片 或者YouTube Facebook下載的影片 例如MP4、MPG、WMV 都可以剪到的 我們按File Import 我現在選一條電影的片段 你見到拿了影片出來 就放在Project Panel裡面 Iron Man這條影片 我只要把它 由Project Panel裡面 擔出來 Timeline 你就會見到Timeline 多了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的長度 多長呢 是3分44秒的 而每一條影片都會分為兩個部分 包括上面的影片部分 和下面的聲音部分 和聲音 看到兩條聲音 即是立體聲音 跟著說說上面兩個窗戶 左邊那個 如果你雙重點一條原始的影片 它就會在這邊顯示出來 這條就是原始的影片 而右邊那條 就是剪好片 現在原始的影片和剪好片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OK 但如果我想剪短它 追一些不要片段剪走 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學用Cutter 叫Razor Tool 而在快速鍵 就是按C 按C V仔 我們選了這把刀片 需要切斷的地方可以加刀 斬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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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要哪些不要 你自己弄清楚 譬如你不想要這一段 你看的時候 發覺這段化妝的不要 用V 鍵 選 Select Tool 選它 按Delete 鍵 不要它 後面那些要怎麼移動 我們又學另一個鍵 叫A鍵 A鍵 就是這個 Check Select Forward Tool 選A鍵 接著一單 這四條就一齊選好了 就可以單上來 剛才那段就不見了 另一個方法 將一些段落不要的方法 就是更簡單 例如現在我不想要電視機這一段 那我會怎麼做呢 我就會用B 鍵 B 鍵 就是Ripple Tool 選了Ripple Tool 之後 你去一個片的前面 或者後面 你會見到一個黃色的括口 一拉 前面的東西不要了 後面的東西要自然會移動 小辣椒走走這一段 亦都不想聊天這段 去另一條片 用Ripple Tool 一拉 後面都移動 其實每一段 前前後後都可以這樣拉 用Ripple Tool 已經處理了 哪些要哪些不要 這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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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會將這條片 去無存清 搞定了 好 多教大家一個功能 譬如這段太悶了 如果有人說的東西都沒有意思 我想快速一點 按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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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燈 按R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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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按 這個 就是靜音 靜音 很悶 可以加一些音樂嗎? 你又要另外一個 file 了 所以就去 import 找一個音樂檔 通常音樂我們都會盡量下載一些沒有版權的音樂 YouTube 上面有很多 譬如我選這個 你會見到 Project Panel 裡面多了一個 Seven Floor Tango 的 MP3 Double Click 你看到是音樂檔 不是影片檔 你可以選擇它的長度 好好的選擇 接著就把這條短證的聲音搭出來 就可以作為配音樂了 如果你覺得音樂太大聲 你拉開音樂 看到中間有一條線 把這條線降低 你會見到負幾個db 例如負二十三個db 很小聲的 記得剛才用的V 鍵 Selection Tool B 鍵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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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 如果加一些圖畫 就用Pen Tool 這次我們不需要畫圖畫 我們再加一個字幕 按T之後 在適當的地方 Double Click 你會見到 多了一個粉紅色的bar 在Tony Star上面 你打 I Am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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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教一件事 就是怎樣做過場 例如由快鏡 到正常速度 我們想加一個過場 一般用的過場 我們去到Project Planal 選個Effects 打開Video Transitions 再打開Dissolve 最常用就是Clause Dissolve 就是這一種淡日淡出 看我好習慣用Spray Spa來Play 這樣會快很多 這個就叫Clause Dissolve 由Tony Star跟他聊天 到打胎 我們可以 單個Dip to Black 過去 就會達到一個 黑曬 再打開 的效果 我們由試一下 用Dip to White 就可以 光光再收的效果 這裡是基本的 大家認識 當然裡面還有 無數無數的功能 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來到這裡 最重要的是 現在我們要把影片 Export出去 去使用Mode 所以 按File 剛才Inport就在這裡 Export就在下面 選Media 就會出現一個Window 例如你選擇 Output Name 就可以選擇一個位置 這條影片叫 Carlos 傳檔 再按Export 就開始製片 用的時間 看你的影片 有多長 而定 一般來說 你用的效果 功能越多 每一次圈掩出來的時間 就用得更加長 所以對電腦的要求 都很高 我們可以把Project 寫給他 保存了 將來可以繼續修改 我們看看 Output出來的影片 是怎樣的 其實之前這條二戶片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不過這個Project 就複雜很多 你看到這些 就是我拉 這個音階的原始檔 將於每一個原始檔 就在裡面 就逐個逐個逐個修改 逐個逐個修改 那即使你拉二戶拉得不快 都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雖然做出來好像很搞笑 但這種1%演奏 99%剪接的技巧 現在在YouTube上很流行 有人用結他來剪接 有人用Bass結他來剪接 也有人用木銅笛來剪接 但用二戶來剪接 卡洛斯應該是世界首創的 因為二戶來講 指法和弓法都比較艱難 只要好好拉好一個音 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剪接二戶 真的沒有信心教到你 但有些樂器的發音 就很簡單 好像手指琴 理論上有手指就彈得向 就算是小其他 左右手並用 都不是難成這樣 所以為這些樂器來講 只需要一個一個音符去取樣 人人都可以彈到歌仔 好了 今天我就打算請卡洛斯太太去做個示範 我離身了 卡洛斯太太是從來沒有學過彈小結他的 在小結他上面做取樣 比較容易 左手一隻手指按格 右手一隻手指彈響弦線就可以了 根據小結他的定言 由第三線一路到第一線 每一個半音都做一個取樣 之後把影片impro到project裡面 要靈活地剪接 可以給大家一個提示 大家可以把左手三隻手指 放在鍵盤上的C、V和B鍵上面 Standby 靈活地使用C鍵啟動Razer Tool來Cut片 使用V鍵啟動Select Tool來選片 以及用B鍵啟動Ripple Tool 來將影片的頭尾伸長縮短 再加上用左手的母子 控制這個Spacebar 來播放和停止影片 就可以高速地完成剪輯了 只剪接到馬里有隻小綿羊 當然不止 經過了功課 相信大家都理解到 怎樣在Adobe Premiere裡面 做一些影片的切割 以及一些拉伸、配音、加速、字幕等等的基本動作 既然是這樣你還等什麼 快點下載吧 在今天的影片出現之前 剛剛接到朋友Candy Tam寄來的分享 讓我得知Adobe CC全套軟件 是免費開放使用 直至到5月31日 但需要由學校去遞交申請 過程大約是三個工作 到時學生和老師都可以在家裡 使用Adobe全套軟件 今天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還想到 用Premiere做什麼特效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加like支持卡洛斯 為你們做多些教學影片 讓我記得按讚 請按讚 請按讚 感谢观看